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iss研究生 今天是2023年令和5年的9月15号 星期五 哇这个9月已经到了15号了 不知道大家现在觉得凉快吗 因为你知道我这三个礼拜都是被挡 因为我从9月4号开始出国 那这几个礼拜的节目 我必须要在出国之前就全部都录完 现在的天气 其实还是一个热到不行的天气 我今天录音的当下 北海道已经36度了 然后东京也是热到 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 但是呢 大家听到现在这个节目的当下 应该已经是秋天快要到的感觉吧 理论上 日本的天气都算蛮准时的 大概在9月23左右的秋分之日 东京会开始吹起地震 真的是秋风 那现在呢 不知道耶 如果提早秋天来的话 现在应该已经算是蛮凉的了吧 哇夏天要结束了耶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 惆怅的心情吗 还是说终于这么热的夏天要结束了呢 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心情 今天我要跟老田来聊邮轮 这也是日本大特收这个节目 第一次来聊邮轮 我其实一直不太敢坐邮轮 因为我很怕晕船 我自己之前呢 在从九州坐到大阪的这一段 走赖户内海的船 其实我都有点晕 所以我那时候住在美国的时候 大家都说你要不要去坐坐阿拉斯加邮轮 迈阿密邮轮去波罗的海或什么的 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去 因为实在是很便宜啦 在美国坐邮轮那个真的是超级便宜 尤其你如果一个人坐也是更便宜 但我就是一直有点害怕云船 不太敢坐 现在有点后悔了 离开美国之后发现 邮轮好像没有这么的容易坐到 然后价格也比较高 所以呢 我在今年应该是四月左右吗 四五月的时候 看到老田他来到日本 坐邮轮的时候我就很兴奋 我那时候就敲老田说 我们是不是来聊一下邮轮 因为我自己没有想过在日本搭邮轮 我也没有搭过 可能大家有听过那种历经邮轮 就是从基隆出发三天两夜 走了冲城就回来的 但是那时候老田搭的邮轮 其实是美规的那种邮轮 就高科技的邮轮 在上面有各式各样非常fancy的东西 我看了觉得超心动 这是什么样奇怪的黑科技 你在邮轮上面 你不管在哪里点个餐 送餐的人员都可以找到你 我觉得实在太有趣了 而且在日本东京 你就可以上船 而且你上船之后 你一路可以停一些东京 也不是东京 日本的城市 你可以下船去逛逛那个港口 再继续往下 我觉得对于一些台湾人来讲 说不定是一个蛮有吸引力的一个玩法 总之我就把老田抓到东京来聊邮轮 如果你从来没有坐邮轮 而且你又非常想要在日本坐坐看邮轮的话 今天这期节目 我觉得你应该会觉得很精彩 我觉得实在太有趣了 我们今天就来跟老田一起来聊 在日本搭邮轮 我们今天要来聊邮轮 我们欢迎老田 我是老田 我每次看到你那么短的 这个介绍我都觉得很好 我的老田 人啊大家赶快去追踪老田闹着玩 我会马上笑出来 我觉得很有趣 对啊怎么那么低调啊 对啊我就觉得 反正大家知道我是谁 对对 我就是找老田要来聊邮轮 因为我其实常常看到老田在他的粉丝团 在分享邮轮的讯息 我自己是从来没有参加过 我连坐在美国那段时间都没参加过 美国不打邮轮太可惜了啦 我就是一个什么船都可以晕的人 所以都不太敢你知道吗 因为我以前搭那个在东京开那个赖户内海 从那个九州到大阪 我都在车上晕到不行 船上面 然后我朋友说内海 内海你也可以晕 跟季节 没有啊 其实内海有时候也是波涛汹 波涛汹 波涛汹 对 主要看季节 你不要看邮轮那么大 邮轮其实几万吨 几十万吨的都有 但是邮轮晃起来也是真的晃 对 我不敢说他不晃 我现在跟你说我不敢说他不晃 因为我曾经有搭过很晃的 你有晕船吗 我不太会晕船 但是就你不要从事一些 会让自己晕的事情 比方说 比如说我这一次 我就在船上拼拼图 哇塞 你知道我不晕船的人 我在船上拼拼图 把我自己搞到晕船 我都快笑死了 怎么会有人在船上拼拼图啊 这什么行程啊 就是很妙就是 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我曾经 真的很晃过的也有搭过 就是有一次我要去从 好像我印象中是从 香港去马尼拉 还是从马尼拉去香港 反正就是你看我们中间 要切过那个海峡 对不对 但是呢 有一个台风要朝我们这边过来 所以我们就要跟台风比速度 所以就是我们要从台风的下缘 就从赶快切过去 以免就被他影响到 但是那次就是船开的又很快 然后就是海上又有风浪 所以那次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非常的晃 然后那个大概全船的人就 几乎都应该有一半的人阵亡这样子 但是我那一趟也还好 因为游 你知道大船的晃跟小船的晃不一样 小船的晃是颠 就是你比如说你是开那种交通船或什么 它是会让 会往上颠上下上下的 但是游人的话是会 一个很有规律的左 然后右 然后左 然后右 一种催眠的感觉 对 所以你在那不舒服 你就赶快去躺 躺从上准备睡觉就可以了 好的 我觉得我如果 我现在这个有一个心理准备 如果我注意大家 游轮晕船不丢脸 因为大家都会发声 不是只有我有 对跟季节很有关系 所以你们看到其实像台湾 早年不是有一些游轮常住在台湾基隆 比如说例行游轮的 对对对 金号什么的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移航之旅 就说比如说他到冬天的时候 他船就东北季风一起来 那浪框不好 海框不佳 他们就可能会把船移到 比如说新加坡 到澳洲去 就是往南移 然后等来年 然后比如说东北季风减弱之后 船再移回来 所以游轮其实是蛮吃季节的 那其实季节天气 跟他的价钱有关系 了解 对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搭游轮 比如说我去地中海搭游轮 那地中海的淡季 就是9月之后 大概10月11月 但是那个时候 其实对他们来讲有点冷 就是你可以想象到 你在甲板上能从事的活动 比如说你泡个Jacuzzi还可以 暖的嘛 对不对 游泳池就冷了 那看他要不要把他的那个 因为他们那个天上面的那个 是可以把他夹盖的 就是他活动式的 所以他如果把他盖起来的话 就变办室内或室内的游泳池的话 就还好 但是如果是 露天的话就真的有点冷 OK 因为看老外那么喜欢晒太阳的人 然后他们就是甲板上没有人 对对对 因为就是 就是只要天气比较阴的话就比较冷 但是如果是天气稍微放晴的话 就还是看到很多人在晒太阳 大概10月多还可以 但11月就完全不行 哇 这真的是要挑对时间 对挑对时间 不然的话就 气温跟风浪 这都会影响到 尤其台如果台湾的话 就当然会受到东北极风的影响 对对对 所以10月多以后 就会比较明显的影响 这个搭邮轮 真的时间没有挑对就会晕船 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之前晕船 应该不是我的问题 可能是这个船的问题 不够大 有可能再跟大就没问题 对 当然真的是船越大越稳 但是你跟大海比什么船都不够大 没错 所以就是他真的晃 还是真的晃 但是大的船真的还是比较舒适 而且玩的东西多 它的设施多 所以就是你在船上有比较多的事情 反正不要去拼土就好 其他事情都可以 对对对 我们今天找老田来聊的这一个船 因为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好奇 因为通常呢 就是大家对于坐邮轮的那种想象 就是比方说阿拉斯加邮轮 或者是中南美的邮轮 以及去很多国家 地中海的邮轮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过 原来日本也可以搭邮轮这样玩 对对对对对 日本有邮轮 而且日本的邮轮 就是比较知名的 就是钻石公主号 对 那你知道 疫情的时候的 对对对 怎么又在港边 什么人下不来啊什么的 对就是那一艘 但是疫情之后 当然现在解封了嘛 对不对 没有这个问题 对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对可是老天 你这一次搭的这一个 我看你的 给我的行程 是八天七夜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从神户出发 对 然后这个神户出发呢 它的这一趟就是 去了那坝石原岛 等于去了冲城 然后还回了基隆 然后再两天C-Day回到神户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挑这个行程 是因为可以回台湾吗 可以从台湾飞去的 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行程也非常妙 就是我当初啊 报名这个行程 就是老实说 就是因为我太久没有搭邮轮 然后呢 你知道疫情结束 邮轮公司 他们安排他们的船 的行期 其实要很早就开始作业 比如说他甚至要一年前 就开始作业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船 要以哪一个港为母港 在这边呢 要发多少个航次 这都是事先要先安排好的 所以变成说他没有事先安排好的话 台湾 所以你会感觉 明显感觉到 今年台湾的邮轮不算多 可能 可能比如说像有一艘 比如说Costa的那个沙伦纳号 或者说明镇世界在高雄那边也有 但是明显跟以前比起来 就是国际邮轮来的数量并不多 少很多 对因为他这是要提前规划的 还有就是说欧美现在 邮轮整个就是复苏 然后非常的旺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大船新船 其实都留在欧美 没有空开到亚洲来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空 所以能把早来的可能就是 有一点年纪的船 但是有翻新过 然后就是觉得还不错的 但是很多大的船 新的船你想要搭的话 就是在国外搭 尤其是欧美 那日本比较特殊的是 因为钻石公主号 其实是常住在日本的 所以这边有一艘船固定一直在开 对就是公主游轮进日本市场 应该今年是第10年 然后他在 他这艘船呢就是 我印象中没记错 他应该是山林帮他打造的船 所以这艘船就是 真是纯日系系统 对 所以他船上有大浴场的 露天大浴场 对在船尾的部分 一般没有吗 一般就是没有主打这样子 对就是说我可能有 有一个什么 Jacuzzi 但是就是小池小池的 没有这么大大池的 然后就是可以看船尾 看风景的这种没有 可是日本如果要盖这种露天大浴场 就要分男汤女汤不穿衣服下去 噢不行 他这一刻是要穿泳衣的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迎合日本市场需求的国际游轮 也是啦 要不然外国人过来泡这汤 可能会吓到 没错没错 大家都在那边 对对对 入境随俗 我觉得有道理 因为你如果说是那种 全家一起去在游轮上面 然后男生女生又分开来 那就会有一点点小限制 因为变成说你出去玩 如果自己出去玩或是什么就还好 但是在船上面大家都在一起的时间 对对对 就是所以 为什么会搭这个 就是因为日本近 日本离台湾比较近 那我台湾搭不到游轮 我就想说 因为我很喜欢玩那种FlyQuest的玩法 然后就是飞到国外 然后去那边搭游轮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价钱便宜 真的吗 对就是 游轮的价钱 大家都觉得 游轮会不会很贵啊 对不对 然后就是 玩这么多天 又包吃包住 包玩包行动这样子 但是其实如果你会订的话 你会去一些 就是说 很像订房网是订房间嘛 订邮轮网就是订邮轮 订邮轮 对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上面订邮轮 其实不贵 像我这一趟 我因为是单人住一个双人间 你一个人去啊 对对对我一个人去 因为我想要去嘛 但是天数这么长 没有人想要跟你去是不是 比较难找 也要难请 所以反正我就自己去 但是住双人间 如果这个行 这个行程我刚讲8.7耶 对不对 他如果是两个人share那个钱的话 一个人大概一万三 很便宜耶 当然他还有一个就是船上小费 每天好像15块美金吧 所以他整个total加 他加下一个人大概成本是一万六七左右 而且你在里面什么都不用想 对然后我因为我这次是自己搭 我是一个人住那个内藏 所以就是我大概 我不是一万三 我大概一万八 我多五千块 哇 老天你给我一个信心 我每次想要一个人去搭 我都想说好贵 你觉得还好是不是 反正可是一个人有一个人好玩的地方 不用管别人 就比较自由啊 对对对对 而且船上有针对一个人的时候 就举办的单身联谊派对 对对对 老天你有去联谊吗 但是我没有去啦 我没有没有市场了解 因为就是我观察了 大概日本日本游轮市场的年纪 普遍不低啊 对所以我就想说 啊这个行程 我就去去做别的事情了 对对对对 我以为我可以听到 那个老天参加联谊的过程 没有没有没有很妙 就是日我观察 我看日本这边 我那那趟行程大概平均年龄应该我 大部分应该有四五十以上了吧 对年纪人真的老实说不多 有但是不多 对你觉得像你一样这样子一个人搭的有多少 在国外其实蛮流行的 对在国外蛮流行 甚至他会给你一些优惠 他会有一些特别的优惠 在在日本比较少 基本上都是家庭 或者说就是情侣夫妻 父子吗还是什么 反正我都我都看过 对然后比较多的就是夫妻啦 对但你一个人搭 我看你照片还是照好照满啊 他们是有帮你拍照的服务吗 没有啊 就自己拍啊 自己很好玩啊 而且我到处帮别人拍啊 到处去认识朋友啊 对对对 我想说他们有 他们有派一个人专门在那边寻来寻去 然后帮你拍照 没有没有没有 就很棒就是因为 就是反正 那玩游轮嘛 他心情都很轻松 然后大家就觉得 反正每天都在上面 就吃吃喝喝很开心 然后 所以其实你知道 他上面如果你是一个 不怕不聚生 然后你就喜欢想认识人的人 然后你去那边认识人也可以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不需要参加联谊活动 因为半天都在联谊就是 我看到上面有阿公也是蛮活跃的啊 阿公就是敲交集舞 也是也是在那个妈妈群里面也是跳得很开心 很厉害 就是阿公在那边跳交集舞 就觉得 他们是认识人吗 因为我会去观察 认识人吗 好像不是哦 就是 就是因为他们上面有很多活动 比如说这个是跳舞的时间 演奏的时间 然后他就是去跟人家在那边跳舞啊 人家有跟他跳舞啊 所以就是一个很放松的环境 所以在上面玩的大家都很开心 我看你这一次的这个行程是从神户出发 然后马上就到冲神去了 所以他这个行程是不是本来就是 尽量让你在海上 没有要多停太多点的概念在 他其实 游轮玩法就是你 基本上都会希望一天都可以停到一个城市 然后你这个城市会可以帮你留 至少八个小时上下 你可以有时间去岸上观光 当然无法很深度 就是时间有限 但是至少你可以在这边走走看看 然后去吃个东西 逛逛市场什么的 买买东西 其实都是够用的 而且跟大家讲下去 邮轮其实是一个很妙的交通工具 它是不限重量的 哦 所以早年就比如说台湾 立新邮轮有在开的时候 立新邮轮现在已经没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但是早年有在开的时候 我听过人家去冲神 去石园 什么搬冰箱 有意要吗 有要搬水波炉 水波炉也是可以搬 就是很重的东西 因为它不限重量 就把当搬家公司就是了 真的啊 不要开玩笑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 就是有一个美国的好像年轻人 他要搬家搬去英国之类的 他就是订了一个邮轮的套房 还是一个阳台帐之类的 他就把他的东西撞向 然后一想一想就是扛上去 哇 他就是用那个跨洋的邮轮 来当他的搬家公司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不限重 因为邮轮是 这是邮轮的玩法之一 所以有一些人会去日本扛电器 也会用这个方法来玩 OK 我想要来聊一下这整个八天 你的体验 对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聊完八天 我们还会下一集继续聊下去 所以我们就 这个对我来讲 非常非常的新奇 然后我之前在跟老田在对这个题目的时候 老田就一直很兴奋很想想 我说你不要讲 我一定要录音的时候现场听 因为我太想知道了 没问题 因为其实你知道从神户港出发 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还蛮特别的 因为神户港就是一个日本非常重要的港口 又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港口 所以你们上船就是在几点的时候上船 他其实上船 我跟你说就是一个很妙的事情 我是这样子 当然你要从神户上船 你不是搭 我台湾来的吗 我先搭飞机 对耶 我先到关空 那关空有个很妙的地方 可以坐船到神户港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以前 我一直知道有这个东西 但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 因为我到关空 然后我就是要去大阪嘛 对对 没有我都是去京都没有去大阪 你也是 你就是一路要开地区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路线一定是一开始就开始往北走 你要去京都大阪去哪里都可以 但是这个走法就是你要去神户搭 搭船这个走法就很妙 他就是搭的他的那个快速船 对 就是我第一次搭那个快速船 然后就是而且快速船给外国人还有优惠 然后你还可以带一堆行李上去 对就是外国人好像是五百日元而已 也太便宜了吧 白送的拿就五百日元拿 而且你去的时候是五百 你回来的时候还是五百 哈鲁卡是不是该降价一下 我跟你说就是五百这件事情 就是你去的地方 他有在广告就是说 在关空那边他有广告说 外国人你从这边搭船 快速船去神户五百元 回程的时候他那边完全没有广告 所以就会让你觉得说 到底有没有 其实也是有的 所以我来回 我这次等于完全跳过了 平常会去的大阪这一块 你等于下了飞机又开始坐船 完全不坐车了啦 对就是直接穿过去半个小时 我就到神户了 我不用绕上去嘛 所以我到了神户之后 其实他停泊的那个高速船的 那个码头 其实离他的那个捷运站很近 所以他其实有接驳车 但是你到了神户之后 你也可以不搭那个接驳车 如果还是搭好了 还是搭好了 但是我因为我在那边拍照 所以我错过了 这那个车 然后我就拉到我行李 然后去那个 港口 去捷运站 因为他的捷运站的位置是在 你知道就是神户 他不是有一条延伸出来的线吗 对不对 所以从他延伸出来的线 他其中的一站 你是从神户 拉行李去 你可以到神户机场 然后从那边上那个电车 然后在中间 然后就到那个码头 然后从那边上船 所以这两个码头不是同一个码头啊 不是 所以你还是得移动 对高速船就是停那个 就是一般交通接驳的这个 大型的国际邮轮 盾位太大了 所以他是停在 就是邮轮码头站那边 OK 就是在中间 延伸线的那个邮轮码头站 然后你从那边下去之后 你刚刚问我说就是可以上船的时间嘛 对不对 其实他从下午开始就已经可以上船了 但是很妙就是呢 其实公主邮轮在这几年 尤其是疫情期间 他把很多东西都变成电子化 或者说你用APP去可以操控 然后他最近还设计了一个 这几年设计了一个很妙的东西 叫做勋章 就是公主邮轮的勋章 你说你在里面 有没有被认证成一个公主 不是 公主勋章 公主邮轮勋章 他是一个圆圆的东西 然后他有磁力 他有磁力 然后他这东西是代替什么呢 代替 就代替以前的船卡 在船上我们以前会发一张船卡 船卡上面会 就是会有你的 比如说大家的船旗 你的名字 他是可以拿来绑定你的信用卡 所以他可以拿来消费 他也可以拿来 就是上下船的时候 可以去认证你的身份 代替你的护照 但是公主人把他做成一个 就是他的勋章 然后他可以 比如说别在身上什么的 他就拿来代替他的船卡 然后等一下我可以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神奇 大家会讲 但是先讲他的APP好了 所以你在APP上面可以去设定说 因为你订了之后 你有一个定位代号 你把它输入进去 你的资料就进去了 然后你就可以去设定说 你要什么时候去那个check-in 然后你可以先预填资料 然后设定时间 然后什么时候上传什么的 然后我很乖 我就那个APP早就下载好 什么东西我都填好了 填好之后 就到了那个港口 你就发现 这完全是非常日式的体验 就是说日本人不来这一套 日本人没有要跟你下载APP 只有你一个人下载 对只有我下载 所以我就想说 我订的时间不是这个时间吗 然后我怎样 没有到那边就领取号码牌 开始重新排队 完全没有要跟你在那边下载一台 我后来就解析这件事情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应该说 这东西如果你放在欧美是行得通的 放在日本是行不通的 因为日本就是搭船的太多 就是老人家或什么的 他们搞不懂这个东西 你就让他去领取号码牌 那个什么什么券 因为他懂 所以他们就是 你到那边领号码牌 然后就是时间到了之后 他用人工的方式帮你去check in OK 所以你 其实他们当初设计那个APP 也可能就是为了节省能力 对不对 就是让你就减少接触 节省能力 但是一切到了日本之后 就行不通 你还是要有人来服务 所以在最后就变成说 OK 我还是就是领了号码牌 时间到我 然后就排队进去 然后就是比如说 今天是71号 拿到号码牌的人 然后就是进去排队 然后就是人工办理 对了解 最后变成人工办理 所以你上船之后 因为你是晚上 差不多晚上上船嘛 就开始吃饭了 下午就上船了 然后马上上去地县店吃饭 一上船就可以吃了 一上船马上就开始吃 马上吃汉堡 我就马上就po文 就是说哇塞 我等了这个汉堡 等了等了我三年了 为什么是汉堡 你在日本不吃一下定食吗 怎么一上 什么吃的东西都有 对对对 上去就吃了那个汉堡 吃了个冰淇淋 就觉得天哪 就是好好梦寐以求 这几年都没吃到这个口味 这样子 对对对就觉得很怀念 而且从日本离港的时候很妙 就日本这个实在是 礼数做到足 你知道吗 日本很喜欢做这种 就是比如说你饭店离开的时候 不是在门口跟你挥手 挥到看不见有没有 挥到你就是车子已经转到了 第几个路口 已经看不见他 他才会走之类的 码头也来搞这一套 你说码头在那边跟船挥手 对他就找了 找了那个高中乐队有没有 在码头那边欢送 然后就是旁边还有摇旗子 挥手 大家就在那边奏乐 对哦 然后就是你当你船开走之后 就慢慢慢慢离港 对不对 那边就是演奏 然后挥手 离情依依 哇塞 这个礼数 我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看过 这个 然后你居然在这么浪漫的情况之下 不吃个日本定食撒西米跑去吃汉堡 没有 因为有什么东西 我要吃什么东西吗 船上的其实 钻石公主可以吃的东西很多 就是有什么汉堡类的薯条类的西式的餐点 然后也有buffet 这都是含在你坐船的费用里面 对全部包含 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可以一直吃 所以我那时候去吃 吃完之后还有时间去听他们欢送 对对对 所以在听他们欢送对 所以第一天基本上就是在船上 就就离港 然后就熟悉一下船上的环境 然后如果你要预约的话 你也可以趁这个时间预约 比如说一些活动 船上的有餐厅是免费的 有餐厅是付费的 那公主系列 我很推荐大家去吃牛排 哇想到牛排可以吃到饱 我就觉得很开心 牛排是付费的 不是吃到饱 不能吃到饱 但是他的牛排比脸大 牛排超大一个的 就是在公主邮轮上面 吃牛排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他 他那个仪式感也是很足 他有给你神户牛吗 没有没有那么好 但是是他会让你选部位 这是应该是美国牛 我印象中 把一个类似餐车 他一个盘子端出来 然后里面就放了 五六种六七种的肉 每个都超大块的 冰衣店还大的肉 然后就放在你面前让你选 你要哪一个部位的肉 然后要几分手 你要搭配什么夏威夷 什么火山盐 你要搭配什么盐 对就让你选 选完之后呢 OK他就去捡 所以在公主邮轮一定要去吃他的牛排 虽然他是付费餐厅 但是因为他只要付一个定位费 我印象中 应该也是不贵 应该十几二十块美金吧 之类的 OK还是二十九吧 对反正就是差不多 不会超过台币一千块 但是你吃到的这个肉 这个分量绝对是在按上大概 对两三千的牛排的这个价值 现在讲的这个大小 我觉得一个人吃我可能要外带 他绝对吃不完 我就吃超饱 你有外带吗 我没有外带 但我就真的吃不完 对所以船上有这样子的 比如说他还有那种寿司店 所以有付费的餐厅 可以点的 也有免费的餐厅 免费就是吃buffet 对不对 不只还有吃正餐的 哦有吃铁板烧吗 铁板烧餐厅 有一些船有 这家有好像没有看到 但是他有正餐餐厅 我很推荐大家真的要去吃这个餐厅 为什么就是他其实就是一道一道上的 他从前菜 比如说汤 汤然后煮菜 还有面包 啦啦 煮菜 甜点 一道一道给你上 然后因为他是针对日本的客人嘛 所以他会有一些日式的餐点 比如说日本的那个什么豆腐啊味噌啊什么的 反正其他的餐点在他的menu上面会有一个固定的栏位 就是他每天都会有的 那其他另外有些就是每天不一定会更换的 那非常推荐就是你可以吃到的东西每天都不一样 那你可以去那个餐厅外面 他每天会公布菜单 你也可以用你的app去查 说今天供应什么餐点 非常推荐大家在船长职业那一天去煮餐厅吃 因为那天会有龙虾尾 哇 你这样讲我忽然觉得 因为你知道日本人本来就在陆地上吃日本料理 他们上了船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所以那个料理应该不会比陆地上差 对所以他上船的时候 因为他就担心有些日本客人他只吃日本 有可能很有可能 buffet的部分在单点料理的就是刚刚讲主餐厅的部分 其实都都会有日式选单 让你去选 然后有日文的菜单让你去选 但是基本上呢 他还是偏西式较多 对然后非常推荐就是你要吃牛排免费的牛排也有 对所以就是选择很多 然后你会看到 你会觉得就是公主邮轮在日本十年啊 我觉得他把就是这一块教育的非常的好 怎么讲呢就是仪式感很足 你会感觉就是他们来主餐厅吃饭 没有一个人比如说穿个泳衣啊 或者说什么穿个什么 刚刚去游泳啊 斯达达或什么 没有没有 每个人都是正装出席 甚至包括了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船长之夜就是公主系列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香槟塔 他们叫香槟瀑布啦 对他们就是有个这样子的晚宴 就是在那个大厅然后会举办一个这样的仪式 然后那天晚上呢大家都穿正装出席 然后船长致辞 然后到香槟塔 然后大家喝香槟 哇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 那这种仪式感呢就是非常需要大家一起来玩 一定要配合 你如果一个人穿一个吊嘎在那边 你就觉得完全哥哥不入 对就是每一个人就是你不是不是穿西装衬衫 然后很多日本人是穿和服 然后就是我遇到一个夫妇就是那个很帅 那个阿伯穿的好帅 就是很好看的一个男生穿的和服 然后女生的和服 然后大家就是很隆重的在享受这个过程 然后就是在那边拍照啊 或者有人帮你拍照嘛 但是付费的 那你自己也可以拍啊 然后就在那边享受这个玩法 我觉得那种融入感其实对日本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们他们真的对比如说服装这种东西 然后融入的这个东西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哇我们今天聊了一集的时间 然后呢 我们还没有从神户出发到那吧 刚刚出发才出晚餐 我跟妳讲我真的 只要听那个老田讲吃的 你就像目瞪口呆 我刚刚刚才 你真的是很会吃 我们今天呢我们先聊到这边 我下个礼拜我想要请老田 继续跟我们聊他这一趟的旅程 而且老田他对于在国外搭邮轮 跟在日本搭邮轮有非常不一样的观察 我觉得这个非常精彩 我们下一集继续聊 我们这一集的日本搭的时候就先到这边 喜欢自己节目 别忘了帮忙下五星好评 也追踪我的脸座上IG 还有追踪老田的粉专 我把它放在底下的资讯栏 我们明天见了拜拜